大家好,這次的影片是關於怪物彈珠今個星期最均動的新聞 就是怪物彈珠自己的公司預測自己這一年怪物彈珠的營收將會下跌88% 其實這件事已經出了一個星期,在港台澳甚至日本的世界都掀起了很多討論 有很多不同的人就會表達不同的意見 例如他們會覺得哪些位是怪物彈珠造成這樣的死因或是一些問題 其實這條影片主要是詳細小弟覺得怪物彈珠有的問題 看看各位朋友又有什麼看法作為一個交流之用 如果要數這遊戲的話,其實這遊戲好像是有很多改善的地方 不是好像是直接的,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是值得令人救病的 但小弟覺得某兩個critical的因素比較重要 如果可以改善的話,我覺得是先要條件 如果要改善的話,第一件事就是無課金角色可不可以設定比較厲害 即是說他們的發揮可以改善一點 我其實也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即是很簡單,譬如你今時今日看著所謂君絕的這五隻角色 然後再看著所謂的爆絕這幾款角色 其實有多少款是你平時會外出用呢 而不是極運之後會封了一層呢 看著這堆東西 又或者下到低一點的超絕系角色 那有多少款你平時會外出用呢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呢 就是... 開始越來越多人,就有種感覺是... 其實我究竟知道為什麼要疊極運 這個遊戲有沒有用呢 又開始不知道在哪個時刻,人們就會不斷問這些問題 在第一輪超絕的世界來說,基本上很少這些問題發生 大家都會看到,例如第一天的超絕 例如伊邪娜美和白騎都是非常強勁的角色 在當時,同時也是很難打的 然後很多人都會千方百計又課金又賊地打回來 他也不介意極運作成,而且會覺得那件事是非常好玩,非常有成就感 但是呢,去到今時今日呢,就算哪怕你極了一個均絕角色 或者極了一些爆絕角色也好 那你有沒有這個想法呢?沒有 因為其實那些均絕角色好像真的不太等待 整堆均絕角色都是...感覺是兩隻三隻比較實用 有些好像不太實用,怪怪地 那這件事是...可不可以做好一點這一部分呢? 那如果你做好一點這一部分的,那我覺得... 就是我開工得來的,我有東西回來的 那那件事是舒服很多的 那現在的情況就好像你出去... 外面打一份工一樣 那老闆既然出給你的糧是... 可能是某些地方才用到,甚至是完全用不到的 那請問我會不會打工呢?請問我會不會... 有時候開工的東西都要給回那塊... 即是給回一塊肉,我看我覺得那塊東西大才可以的 那如果不可以的話,我怎麼會玩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經常都覺得 那這件事呢,以前PAD都發生過 即是PAD呢? 即是在以前的年代,最早期的年代... 為何PAD最早期會有這麼多人玩呢? 他做一條Path,或者做一些衝擊的感覺 不要說感覺,事實上也是 譬如早期的年代,PAD最厲害的時候就是... 譬如是那些宙斯啊... 白盾啊... 然後是兵客拉,石川這些降臨 他們很難打,很難攻擊到爆技 但是... 他們每次都是,你如果攻擊到技 或者如果是... 總之打了贏,攻擊到技 你都是基本上用完之後 你都可以有一種爽快的... 或者有一種成功感,成就感彈出來的 是的,那就... 令到很多人都願意去課金 或者去想怎樣去攻擊得舒服一點 然後繼續去玩遊戲 但是呢,去到某一個時代開始 那隻PAD就越出越古怪 就是那些降臨角色,譬如好像這隻 是比較適合的 或者是這隻海格歷斯 都是比較適合的 開始出這些降臨,那些降臨好像不實用 即是以前那個年代的宙斯啊... 白盾啊... 即是剛剛提過那些實用的東西之後 即是在那個年代出過那些實用的降臨之後 其實那些玩家都經常是非常期待 那些關卡的刷包,看看難不難打 有什麼有刷包 直大直至呢,去到PAD就開始出這些不等西的降臨之後 那些人就開始不期待 也覺得好像失去了意義 好像為打而打 那之後呢,PAD也都一反常態 還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呢 就開始進入了那個瘋狂合作的年代 就去引你抽蛋,引你課金 最終就在曲藝士的時候再爆大禍 就爆多一次 令到一大堆的玩家就放棄遊戲 其實現在掘物彈珠和當時的PAD都有點類似 我認為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呢,我覺得比較有問題的部分 或者不太喜歡的地方就是 其實現在的版本可以設定好玩一點 或者生命一點 或者開心一點 不要每次都用同一個Full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掘物彈珠不知道由幾時開始 它所謂的高難度關卡就會同一個Full 那Full是什麼呢 就是它一開波給你一堆怪 然後你殺了它 然後它就會出第二批怪 或者令到你可以打入第二批怪 然後你殺了第二批怪 然後它就會再開機關給你 那機關就是讓你打Boss 譬如是幫Boss減攻 或是減防 又或者幫你加攻 令到你可以屌打入Boss 而Boss又不是太多血 如果你做了它的條件的話 它不知道由幾時開始 它有很多所謂的高難度關卡 都會用了這個Full去設計給你 然後再考你有沒有不同的 技術的對應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你只是屈我 因為這個意思是什麼 只要我有一次 剛好沒有那個關卡要求的對應技術 我就可以站在門口 什麼都可以不用做 我就贏不了 很大機會 譬如我們以這個怪物彈珠 暫時最難的內容為例子 就是禁忌之獄 我們就簡單數一下禁忌之獄 由這個11至20層裡面數 究竟有多少版是同一個Full的產物呢 11層是 12層是 13層也是 那它有些放寬 14層也是 它當然也有些放寬 15層一定是 16層是 17、18不是 19是 20也是 例如我剛剛很簡單的數 禁忌之獄 11至20層 接近有一半或以上 其實都是用這個Full來考慮 那我怎樣 我怎樣覺得好玩呢 還有剛剛說 如果我只要有一版 我不小心 就是沒有那種對應寵 那種好打的對應寵 那我就站在門口 或者我打不贏 或者我打得很辛苦才能贏 那我怎樣會覺得好玩 我輸 不是因為我不懂打你的關 不是因為我知道 你的關要求的技術很高 而是因為我沒有那隻蟲 那我作為兄道玩家 我會不會走呢 走了 老闆 你屈我的機 怎麼搞呢 除了這件事 最賤格之外 那它就是什麼呢 就是 它現在說 它開始設定版 也說最賤格 就是它看著課金蟲來吃 例如假設我們Day1打火君絕 修煉加奶 我氣稱叫修煉加奶 那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Day1的修煉加奶 它說課金蟲都可能只有十款 然後無課金蟲就只有三款 還是四款 我們先數回Day1有的無課金蟲 港台和共有的東西 如果港台有些自己先有的 那就不算 因為我不是玩了兩邊 我們簡單數一下 例如Day1來說 有些什麼的無課金蟲 你可以選擇 水用者 馮萊 然後就是銀河龍 但這三款蟲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們原生的攻擊力是不夠的 例如打這一版 假設是水用者 水用者如果不加工不上紋的狀況下 你要切這些東西切死它們 是要切三下弱點 即是說一隻怪 然後這裡是一批蘇生怪 是兩隻 即是你要切六下弱點 對 整體 請問你怎樣切 那這些弱點是會離開的 如果你下三下弱點才會離開 那請問你怎樣做 基本上是六下 做不到 基本上 除了這個水用者之餘 其實馮萊和銀河龍都是一樣的狀況 假設打第二層的羽柔女來計算 那羽柔女的弱點是會離開的 這裡是一個 然後下面兩個 那譬如你是馮萊 如果你不夠攻擊力的狀況 你就是要這兩隻羽柔女 那就... 一人要三拳弱點了 而且馮萊是什麼 馮萊是透波子 你不能用波子去收窄你的角度 或者改變你的寒線 然後令到你可以比較簡單去搞定弱點 那你怎樣打呢 老闆 然後好像銀河龍 銀河龍不透波子 好一點 但銀河龍的友情 那個SS是砍石來的 那即是打這版沒用 那即是還 那即是你講 最賤格那件事是什麼 基本上就是告訴你 如果你要贏的 就是 你要有課金蟲 那我呢 那我呢 當日就是幸運地 我有水桶 還有水天 還有阿提蜜斯 那我就贏到 那但是呢 在我當日開直播的時候 我檢查室上面有一千幾百人 那有佔大部分的人都會表示自己是沒有這些蟲 那接著打什麼 然後個個就站在門口 那那怎麼玩 這個是他最可怕的狀況 就是就是這個位置 你看著那些貨金蟲來設定 你預期或者你假設 或者你基本上已經想定我一定有這隻蟲 然後你才這樣出 喂 那我是輕量玩家 我不是經常打 又不是經常抽 又或者我非洲少少少 我不是經常抽中這些東西 那我都搞不定 那我怎麼玩呢 你屈得我一次我已經不夠開心 你還要每次都這樣屈 每次都是這樣搞 然後還要看一些關卡的設計 然後看別人的通關片 發覺原來的Full是一樣的 又是這些東西 但你只不過是屈我這麼巧沒有這隻蟲 那我怎麼打 然後還要很快就出一些破壞這版的設計 或者設計的一些突化蟲 或者超級對應蟲 就讓你去簡單融掉這一版 然後就屈你抽 還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什麼狀況 就是我流行到玩家 我又想贏他 但你又叫我抽 又沒那麼多次抽 或者我抽都不會抽中 那你又什麼 就是又趕絕我 所以其實這幾點 或者這兩樣東西 都是令到我很不喜歡 今時今日刮物彈珠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無課金衝不夠厲害 就是肉不夠大 即是說不夠厲害的意思 不是說他們基本設計不好 而是說他們打這版的發揮不夠好 或者不夠戰鬥力 像這裏一樣 其實馮奈如果高攻一點 他可以讓我做到兩拳死一隻怪 其實我覺得那件事也沒問題 但他不給就是 他要你三拳全部怪都要 然後又給你魚蛋吃 然後就特意逼你武技爆 這些是太可惡了 這些是可惡得太厲害了 譬如我們回想回 幾年前Alphalon第一個火爆絕 當時火爆絕 都是一個很難打的關卡 OK 而當時火爆絕 他難打的關卡之餘 他的課金寵 或者他的對勁寵 其實都不是很多 但當時最好打的就是天草神化 這個是最好打的課金寵 最好打的無課金寵就是武尊 當時也是這樣 但當時的天草 有個很致命的部分 跟武尊比較 就是當時的天草 看狀是比武尊更厲害 但有情抽水能力很厲害 因為沒有有情抽水能力 以打Boss戰的第一層為例 如果你用一堆天草去打 你必須全部飛上去 就撞阿法郎 但問題就來了 阿法郎上面有些場外的Laser會射你 一隻中一槍就交一萬 這裡兩隻就扣兩萬 然後他橫有Laser 如果一個中就扣三萬六 如果站的位置錯的話 你基本上會死 因為他除了剛剛說的Laser攻擊之外 就是四輪會派一次飛彈 飛彈大概扣三萬多 例如你用天草 你就要面臨這些風險 但如果你用武尊 雖然體狀方便不夠天草好 但是 當日的武尊 那支巨炮 打阿法郎的抽水能力是很高的 例如打這一版為例 如果你清掉下面的怪物之後 其實武尊在下面滾 就只撞友情 其實都可以比較簡單 和輕鬆地 就可以抽Boss抽死他 第一天來計算 當日用四隻武尊 是贏得到的 不是很難去做的 贏得到的陣 也在之後幾個月裡 最好的販陣 都是四隻武尊 接近的 這個是他當時的設計 但譬如今時今日 你看著火君絕 你就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火氣的感覺 就是因為他誣摸你貨金蟲 其實他是看著貨金蟲來射 OK 暫時我只想到這兩三個比較大的項目 就令到我對割物彈比較不滿 抽彈那些就不特別趕著了 這條影片到此為止 其實如果各下有些不同的看法 或者有些觀點 不妨在這條影片的留言提出 小弟就會跟你稍作討論 另外這條影片也是初步分享 小弟對這遊戲的某些不滿 其實如果說不滿 我對這遊戲暫時在這個時刻 都猶如繁星 如果這條影片的反應好 我是不介意再繼續炮製這類的短片 去分享一下看法 多謝各位的支持 這條影片到此為止